右邊不一樣,右邊是真的要進場的話 其實沒有人可以保護艾希 對,但就是傑莉她還是有一定的問題 就是這次世界賽包含有換性的出現 其實她整個世界賽沒有人選過傑莉 對,我覺得還是要看一下 因為傑莉前面還是比較劣勢 不管你陣隊或者是逆U的情況下 都是比較劣勢的情況下 你也沒辦法打出太多的擊殺嘛 那艾希這個點位就能夠在前面 取得到多大的領先 我們待會要特別看中一個點 而且我覺得傑莉包含甚至在E8的版本 她是有遭到被動傷害的NERV 而且如果真的你說在換性的情況下 如果你是要去月塔的那一方 傑莉在沒有一技能效果之後 她的輔光是被防御塔擋住的 所以其實月塔來講對傑莉本身傷害就不夠 甚至有可能被擋Q的情況下 我覺得很難執行 對,我覺得韓華的陣容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一點 雖然傑莉真的是比較弱 可是以打團的畫面跟 撐到傑莉如果能夠長起來的情況下 重點就是你要怎麼去扛前面艾希的壓力 如果能夠扛到的話 其實韓華在會戰中的表現會相對比較簡單 那就看後續怎麼去做出力了 這把比賽 韓華 就是換成了一個首選的角色 以及是許久未見的傑莉 因為以這把Night的視角 其實她偷大絕 葉曲的大絕跟阿黎大絕 算是比較好偷的 其實其他人的大絕沒有那麼強 沒有到強到比較厲害的一個點位 就比較好偷的可能就是阿黎跟傑莉吧 因為我記得偷到傑莉的AP系數是 一開始就有聽過這個話題是蠻可怕的 對傑莉也不錯 傑莉也不錯 直接往前練 練住Delight 但Delight直接點解構往後 稍微打點狀態 稍微打點狀態 有想要壓制一下嗎 因為以下半部這個組合 是可以打直接的換區喔 是 薰這邊如果察覺到的話 其實是可以直接來換下半區的 直接往上半部去走 要把迅改去下半區 韓華要選擇換線 OK 但是BRG這邊一等是比較強的喔 一等是想打的 但紅色局要先打到兩人 這邊要追 其實沒這麼簡單 可能是Dooran要出色 但很好的一個走位 是 有扭開這個追慾戀法 沒有被留住 那看一下到底有沒有換線呢 因為BRG這邊的視角是 正隊跟反擊隊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喔 選擇先換線了 那這樣就是 不過Dooran跟Delight 稍微繞了一下嘛 沒有提前做果去持經驗 是 還是不想讓韓華這麼好打這種 換線的套路喔 因為畢竟自己的奈兒其實 比較不好扛對方的越塔 直接閃線 抬出viper的閃線 很兇耶喔 哇 那這個對線 儘管換線了 但沒想到是沒規避成功 BLG 這個不讓對面規避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著你一起換 對 在這邊逼出對方閃線 那看起來這個經驗都沒辦法吸了喔 是 哇那是一等雙人組直接被逼出的經驗區 是 然後Dooran也是沒有跟著Zekka去吃經驗喔 看到對方是選擇跟著換 就直接TP去下了 但Night 他跟第一把Zekka的出裝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記得Zekka第一把他是出 這個 多蘭頓的是不是 呃 不確定 對我印象中好像是多蘭頓 因為你相對來說帶多蘭界比較難扛啦 你前面掉血會掉的更多 但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帶上了征服的去補團戰的持續輸出能力 不過這把就要看了在 這樣 純對線的話 其實韓華在這三把節奏都蠻像 就是前面其實線上都不會有什麼太多的領先 對 就要看能不能去扛住 那自然上一把 這個被算對線 被對方針對爆的Dooran這把 就要看能不能 拿到甲克之後有個比較好的發揮 因為BH這邊如果能夠在 艾希這條路取得到比較大的理線的話 那待會艾希先上6的先手 跟他裝備上的優勢就能夠取到前期的一些理線了 但Night還是有點不舒服 這邊得回補了 兩瓶水都喝完 蠻早的喔 是 就三分鐘被打掉兩瓶水 然後是Z卡這邊其實還保有著不錯的狀態 對 可以去鞋子跟水 那確實可能在裝備選擇上 看起來在打這種手短對局 還是要考慮出多蘭盾 比較好扛一點喔 對 但是這樣出多蘭盾的話 就是前面如果真的要碰撞 你至少可以多那一點傷害 有機會打出比較可觀的這種 作戰能力啊 那我就看了 因為這把算是 韓華在中路有了線權 有了推線的優勢 那至於皮娜的話 現在是已經要把野怪全部刷完 是下和諧準備拿完 反而多人的狀態這邊也是掉的比較多喔 我覺得在這一次世界賽 賈克斯跟納爾的對局 其實目前看起來還是沒有一個絕對的優跟烈 包含在不同的時間點 可能對線期 或是說結束對線來到邊線推進的時候 其實都有那種不太一樣的裝備領先產生 嗯 但薰的刷野路線其實就是圍繞著艾希這個點位去刷的喔 那就看一下接下來重置團 其實BLG還是能夠利用艾希這個點位先 先採取一些可能河道上的優勢 迪萊又在一樣的位置跟昂去爭奪 上半部的視野 不過這個鐵錘自己沒暈到 不過昂被避開了 不過昂被避開了 而且 而且 被打了半血 回復藥水 一條命打兩條命喔 也喝光了 那這樣子 在上路雖然能夠去起到壓制 但對位 實質的領先 但後方繞了一個Delight 薰這時候也正在吃屍下 這會是一個3v3 但是 反而是Pina直接從線上走了出來 薰也來了 先抬一下 跟對方輔助互相控制 交出了治癒之後 被掛上了點燃薰 薰 這波閃過來 想要來接著打 他是五等的 往前先敲了一棒 但好像沒有辦法去留住人 反而是抵到這邊 交出自己的閃線 回頭暈住 Viper跟艾希 艾伯這邊的傷害其實差的有點多 那 結果這一波是韓華 掉了 輔助的閃線 沒有去這邊是薰的閃線 薰 薰剛剛閃線出來的時候 他還回頭了一下 就好像 沒有卡了一下 就好像那個閃線 不是他自己按的 對好像有人動他的手 是不是 但 這波上半部3v3的Pinco 其實也沒有幫助到 Viper真的說真的太多的紓壓 最多就是回到一個針對的情況 因為其實Viper的CS還是輸的有點太多了 對 這前面的對線是真的比較難頂一點 對 因為昂一等的那個打閃 其實就讓他們能夠取得到 比較大線路的領先 然後一直在空線的情況下 其實韓華必須得叫打野來幫忙接線 也感受得到 韓華想要抓著昂沒有閃的這個點 看能不能找點機會 但是 這卡領先的很多 他回去是思路之上直接出出來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韓華的阿里作戰能力 會比賽斯來得更強 好 那這樣可能就可以彌補下三眼把的遺憾 三眼把是惡意出來之後 結果發現團戰沒得打 而且上一波韓華的嘗試性進攻 有打出了悟空的閃現 所以這一波其實對於韓華來講 是能夠去空看看這個蟲子的 兩邊打野都沒有六等 那這樣子六分鐘 甚至連多人都直接突破 靠到了中路 去給到BLG人數上的壓力 是 那奈特還是想過來看一下嗎 嗯 方倫應該會好一點 因為上路線也是被推線的 主要是因為奈特裝備落後太多了 這邊打起來其實勝算有點低 反而是多人回到了下半步 是 雖然是稍微犧牲了一下自己對位的優勢 或是對位的CS 那這波的尊點也沒有踩到 三重被韓華控下 好 彈下都打起來了 但多人的魔力也快要見底 可能得考慮回補 自己還是有TP的 看這波只有被兵拿到一層的護角 多人的狀態比較差 是因為剛剛 兵是走出來的 那他是在回補的過程中 多人是選擇去中路線幫忙隊友控這個重 所以 以節奏命來講 其實多人也是慢一拍的 對 大家 稍微犧牲一下自己的對線 是 犧牲了一層護甲去換給韓華三重 但BLG還能再換到小龍 不過Elk這邊其實等級 對位也是有領先 差不多都在一波兵左右 目前是提前來到六等 有一個兵劍的嘗試機會 不過viper這邊是有進化的 上路找到一波機會踩到蹲點 但on 沒有被打掉太多的血量 viper也上六了 中立也是有在往上靠的 但是BLG的雙人組 目前也都有閃現 其實對韓華而言 現在 沒這麼好抓 現在是捅了回來 再打一波的輸出 有要開大嗎 反而是上前開電 煙霧霧飛了過來 隨之是Zekka 交出自己的飛線跟閃線 現在在塔下 先倒地的是Elk 而隨之的超級爆電子炮 也將on給電子 韓華拿到零 兩個人頭 你知道我比較好奇的是什麼嗎 我剛才看到Elk 他不是射了一個E技能 去看了對方的視野嗎 但我不確定有沒有看到 因為羅吉來講他往河道 照是看得到兩個人 但他們還是選擇往前打 有點奇怪 這波的前置動作跟後續想要作戰的想法 我覺得有點沒有銜接上 看不太懂BLG 到底有沒有照到人 那結果是韓華 這個中野上六之後的第一波配合 就非常成功地抓到了BLG 本是優勢的雙人 其實Elk這邊是不太能打 是因為他們剛剛是在下半部去控這個小龍的 所以薰是要回去刷野 他這個時間點是沒辦法cover上路 那如果上路有限權的情況下 其實這波是不能做事的 那這樣子 有Viper這邊跟著Delight換回了下半部 對 看一下這個 這個陰體長空 感覺是覺得二打二 照往 他是往對方的野區照 但是雙人 其實應該要看到 我覺得應該是要看到的 但 好像插邊 插邊的感覺 但是 因為視野沒有照過去 所以不確定他有沒有看到 那 如果他們還是選擇往前打 那可以假定的是 他這個陰體長空打野區 但發現 也許不在 但其實也許跟他你在河道 對 但羅吉來講這波是不能打 雖然線路是有一點差 教你一定在講這件事情 不是啊我剛吃完龍 為什麼你們 你看不看得到是一回事 但是 我的打野就在下半部 因為其實 這條線路 他就是不能夠有出現失誤 半區原則 對 因為只要出現失誤的情況下 那接下來 寒華只需要拖到解力發育好的情況下 艾希這個點位的優勢 他會慢慢的越來越小 很容易在會戰中就像這樣 被兩個充牌就可以充掉了 那只能說 可能就打得稍微兇了一點 所以是直接被抓到了一波機會 這樣子 寒華在經濟上面有小小的領先 那這樣杰莉也過渡到了一個 有攻速鞋 有導向治癒的階段 而且當然奈特一定是有一直在講阿里跑線 所以 如果薰沒有做到提醒的話 正常奈特他一定也會一直講 因為其實阿里已經算是離開滿久的時間了 應該會給到這個資訊才對 就河道其實看了滿長一段時間的 但現在是已經ZEKA買出了惡意 就看一下 然後比賽 有沒有機會去做到更多的 抓機會的能力 但不過這時間出現了暫停 確實在 這個BO3的話 其實憨華真的感受到 在三場比賽當中 他們的找機會能力是真的 尤其對到像是BLG 一直打得比較激進 打得比較兇的隊伍 是很會 讓BLG在進攻的時候失利的 對這個暫停應該不會是 那個應急常攻 沒有看到人 不是啦 應該不是吧 不是教練 裁判沒有人啊 從哪裡飛出來的 我照一下沒有人了 怎麼突然出現了 但確實 第一步步說 就在找到這波機會之後 其實憨華現在變成是 其實三條線 現在看起來只有在 多人這邊小小的落後 但其實這個落後對於 可能賈克斯來講 就是慢慢發育的節奏 其實也不知道特別的多 但是就像第一把一樣 憨華他這個陣容 就會拖到後期 知道艾希沒有人保 其實憨華現在是完全不用急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中路線的對線 其實ZEKA這把的對線就非常好 一直有在壓制奈特的跑線 跟前面能夠去作戰的一個時間點 那我們接到的消息是 多人這邊出現了設備的問題 OK 幸好是設備的問題 不是裝備的問題 因為畢竟多人之前曾經上演過一出 他認為他電刀沒有觸發 但實際上他電刀還沒買 這我記得是去年夏季賽的時候 那比較尷尬 比較小尷尬一點 那確實在目前的局面 是設備上出現狀況了 但這把確實是BLG 本來應該是一個比較偏前面進攻的節奏 但是也因為他們的中路 這把賽爾斯是沒什麼限權 甚至三分鐘就被打回家 大部分時間都被換血推線的狀況 其實讓BLG前面不太好去圍繞著這個雙人組去做進攻 而且我剛剛看那個時間點其實有點尷尬 因為接下來如果第二波重要出的時間點是艾希閃線還沒轉好 其實又更難接那個團 那接下來的節奏就會被寒華給帶著走 所以我覺得下一波團可能要看一下就是 冰在邊線 因為他有一些些許的領先 其實吃冰上跟塔前其實阿冰是有領先的 能不能在下一波重團之前 優先的能夠來正面戰場先回饋給隊友 尤其在可能隊友沒有閃線的時間點 我覺得會是BLG可能待會要策劃的一個東西 畢竟納爾能夠在團戰當中翻出來的效果 就算是第二場多人這麼爆炸的納爾 但在變大之後團戰能夠起到的AOE控制 還是會讓這個團戰有機會翻回來 對 所以就看阿冰現在還在邊線的處理了 當然BLG的核心確實一直都是阿冰的身上 沒錯 那航華這邊就是像我們提到 他根本就不用打太急 甚至因為第一波重是他們吃到的情況下 也能夠利用自己的第二波重的優勢 那我如果不接的情況下 我能不能在邊線看到更多東西 又甚至說他們是不是還有可能是 因為你阿冰是得TP上來的 那甚至他們可以先吃一隻拿到四重buff之後直接落跑 然後也去給邊線你可能雙人組沒有閃線的愛心 對 因為你可以看到現在的問題就是 奈特一直出不了線 那阿黎跟葉曲的連動就會影響到邊線要吃兵的人 是 所以就看這第二波的幼蟲30秒鐘 對 不過現在在邊線 閃線是轉好了 其實是viper在對位阿冰的 對 所以如果viper在下路的話 那韓華可能就沒有來動這第二度的幼蟲 是 想要繼續發育 那確實畢竟已經有三重的話 就看能不能先點到一下塔 目前在經濟面上是Zekar對位領先的400塊 雙C的發育對韓華這邊來講都算是還不錯的 對 但奈特這波也補出了腰帶 TP到了中線 這波是BLG 明著想要來爭奪第二組的幼蟲 對 但這邊應該還是會以蟲為主 BLG在那邊越打其實還是有點風險的 是 那下半波的話 viper來到中線了 但是韓華 還是想要來打打看 嗯 想接 兩根針也排掉 已經吃掉一隻 Zekar有TP 韓華的目標只需要拿到一隻就可以有四成 這個虛空之處的效果 是 就是想要阻斷一下對方 OK 把對方給逼退 知道對方現在的團戰能力還是有點強 那韓華其實還是拿到四重 其實結果來講 韓華還是算 在目前的節奏上有一點點的 其實你看到阿兵的TP是還沒有轉好的 所以韓華在這波的轉線想法是更好的 他先讓viper去接下路線之後讓他轉中 讓有TP的阿里去到邊線去做一個接線 然後看要不要TP的一個動作 因為反正你不敢是阿里去或是賈克斯區多 可能被壓 但是viper的輕易速度夠快 只能說這波的溝通真的還是韓華做得比較到位 就是有先預測 那我先讓你吃兩隻的情況下 我先把線接好 再用自己TP的優勢去壓制對方 那這樣子對VLG也就是只能繼續去等阿兵的發育 阿兵這邊是太出品 快疊完了 就看這條小龍40秒鐘 但現在其實在VLG這邊還沒有太多圍繞著兵艦去做進攻的嘗試 沒錯 真的邊線一直沒有太明顯的領先 對VLG還是得偏慢一點 其實VLG選出艾希這個陣容 如果沒辦法拿到塔前 或者是沒有壓制到東西 其實這樣的下路雙人組就有點輸一半的感覺 甚至現在他的對位是輸給傑莉四百塊 就你不會希望看到你艾希打到傑莉 但傑莉是可以安穩過度到的 他有電刀的時刻 有電刀佔中線 那接下來Elker在中路線的優勢就不復存在了 沒錯 就他現在可能真的就變成我們前面提到的 就真的是兵艦放置器 對 就看能不能抽一個好的 甚至是在裝備上 這看來想買海妖 也稍微是有拖到 嗯 艾希的裝備看起來是沒辦法接這個小龍 可能得放 這第一件裝備沒出來 反倒另外一邊的傑莉是有電刀的 而且Pina這邊也是把海克斯實驗板甲買出來 那另外一邊的薰則是還沒有三項 對 左邊都是一件成裝了 哇 那又被傑莉在十二分半的一個陣容 去控到一條的小龍的話 BLG被迫得往後拖 但往後面看比較能夠發力的點位 只有自己的上中野 是 而且就算是能發揮能發力 但其實韓華這邊真的在BP階段就提到 還是有點靈活沒這麼好抓的 沒錯 結果傑莉這個選出來就是來拖後期發力的 而且知道對方的 不管是賽勒斯的進場 或者是悟空的進場 其實傑莉都沒有那麼好直接被抓到 沒錯 我們這把也是帶上三杯藥水 再補了一個技能點 小龍成功的韓華當下 那暗跟虛雖然是在旁邊看著 但其實也給不了什麼壓力 對 看一下預示者 艾希如果回去有成裝的話是可以打的 因為你看虛已經把三項給喝起來了 是 想拼拼看 而且這一波 如果憑藉著阿兵在對位的領先的話 看一下 泰儲平還差二疊完 感覺是想再多拖一波回家 說不定是有機會買三項的 喔 是疊完了 剛剛應該是 裝備稍微慢了一點 有點延遲 但現在多人想斷一下 把阿兵持續鎖在這邊 阿兵其實也是有TP的 只要找到一波回補 把三項補出來的機會 就有可能來碰這個 但是如果L可一直被重物線給牽扯去 而且他沒辦法回補出裝的話 其實在接下來下一波團 畢爾就還是會有裝備上的歷史 那現在其實 就是艾希跟納爾兩個人面臨一樣的狀況 都想回補 但是預示者已經出身 所以韓華是可以直接開動 那下路線 奈特找了一波的機會 練斬打到 但他鐵臉被輕 偷了個飛仙 最後沒有選擇打到底 而且這邊奈特接下來的TP是先轉好的 所以 看能不能去支援隊友嗎 哇所以是Elk阿兵都必須得回城 而且這波 預示者已經要被韓華拿下 三項買了 但他也不斷踢了 那對BioG來講就是 主要還是要回補出裝 有裝備是比較好去接團的 是 就稍微再等一下 就可能等三分半之後的小龍了 韓華現在是在節奏上 各路的 在雙C的發育都是還不錯的狀態 但以BioG的好消息 就是Night至少在邊線上面 只要抓到夜群的位置 他就能夠打得更兇 而且確實 優勢是能夠掌握在 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就提到嘛 這一件裝備出來之後 看來賽勒斯在邊線 已經可以去應對阿里了 是 然後另外一邊的邊線 阿兵這邊對位也是領先到了一千塊 對 所以確實是給到Doran相對大的壓力 先買出三項 而Doran這波回補是沒有成裝的 但反而是大部隊在上半部的資訊似乎是有被韓華給掌握到 結果現在是御使者直接叫在了下路 但這個推塔的速度跟得上嗎 阿兵有機會來點手塔 但下路御使者往前撞 手塔屬於的是韓華 感覺上一把韓華的教練應該是有跟Doran一直提醒 這邊就是下半部想要打進攻的時候 你看Doran剛剛是在二塔掛機的 對 他是連出去都沒出去喔 兵箭往前射 射到了 對方的輔助之後 Dekka是直接把車給汽車想要逃逸 但現在飛了回去 開啟自己的夜幕庇護之後 是掛了一個恐懼在對方熏的身上 緊接著是易閃線的跟上控制 不過Viper在後方滑了進場之後 開始連停萬鈞開練 但Night的傷害有點高 往前瘋狂甩鏈子 先把Pita給甩死 但閃線過強 Doran跳傘想要跟上 但Viper的傷害有一點低 蓄力一擊成功垂下Night 但是Viper的閃線成功過強 被阿兵閃線重磅尼亞跟上 不過Doran這邊一暈了兩個 大絕在打 跳傘在跳 成功換掉了On 但他自己也被BLG剩下的成員給急火秒掉 在這波人頭上的交換 是三換二 比較尷尬的就是那台汽車 對 是開汽車的那個人 還是要汽車的那個人有問題呢 因為很明顯就是兵箭射到的時候 其實主要是關鍵的人都是 沒辦法有輸出 而且你看到場的Viper 我記得到場的Viper 他好像也沒辦法打出比較大的傷害 他只是一件套的潔力 我看一下 Zeka上車抵賴吃兵箭 然後Zeka在看到有人吃兵箭 他直接選擇往後把車毯掉 Zeka這邊不能夠撞塔 是因為隊友被開了 所以他只能夠汽車去幫忙 隊友去進行輸出 但這個時間點的Night太能打了 那Viper滑過來 只能說沒辦法 這個時間點的潔力 真沒有什麼作戰力 對 你看他一個人算是在裡面 打三個人存活這麼久 後續Night雖然被換掉 但是阿兵變大的感到 也是讓Viper這邊無法繼續輸出 最後是被對方打成了一個 是四換二 跳起來了 拍起來了 就是要這樣打 確實在前面 本來其實韓華在對線期都夾得還算不錯 甚至在物件上面 也是有空到一些可能小龍跟蟲 但問題是BLG在這個時間點 有成裝之後的作戰力還是比韓華的陣容還要更好一點 其實BLG更想要的打架的點會是在Night這個點 然後剛剛已經算是滿足了這個條件 然後重點是Elk的兵艦 又中了 再配合Night 腰帶上來清兵練斬 塔雖然被拿掉了 但是Dora的命可能要賠出去 Delight給了一個毛點跳斬 但是Night還有下一步的控制嗎 練得小兵沒有練到 最後BLG沒有能夠成功抓到Dora 對現在最關鍵對韓華來講就是 Elk的兵艦會讓他們想要打進攻的時候 就是要特別提防這一手 因為上一波進攻就是被Elk給阻止 得說是這兩波上下路的推進 都是被這個兵艦給懲罰的 雖然這一波是沒有死人的情況下 但是 看起來Elk在邊線上 射邊線的準度是很夠的 我看到韓華目前的落後幅度 還沒有到絕望 一千塊錢 而且大部分其實都聚集在的是 納爾跟賈克斯之間的差距 但差的實在是有點多 兩千兩百塊 現在是小龍的重生 冰的怒氣空得還不錯 對兩邊而已都是第二條 對 你看他冰的怒氣 這邊如果要打起來的話 隨時能夠變大去翻對方 但韓華看起來還是想試試看嗎 是現在ZEKA有好的踢踢眼嗎 沒有 準備踢中卡 你看ZEKA這波是補出第二件大面具了 所以看能不能靠著ZEKA的戰力 去把ZEKA團戰給贏下來 對但是 那有可能位置有點被卡住了 鐵力的傷害還沒辦法太接管這個比賽 我看一下 忠爺正在動小 還在尋找開團的機會 狄奈斯有閃現 有大學的電磁炮 稍微嘗試的破口 到萬劍啟發 這波兵劍打到DORAN 但選擇要往前一波的控制 但這波控制效果還是讓DORAN 按住反擊方法跟武器中 同時隨時被NITE 進場 結果是進場的 0LINE也被BLG激火殺掉 NITE 偷來的飛遷 直接又是遇上撞到VIPER臉上 收下Double Kill NITE有點太無敵了耶 而且韓華看起來 接這個團戰前 其實他們一直想要找開戰的目標 但是 因為RB的路徑太好了 所以其實韓華是沒有人敢進場的 反倒是讓ELK兵劍出手 又變成是他們開戰的一個信號了 但是韓華又是一次在 其實自己的陣容 還沒有來到強勢期的時候 跟BLG碰團 現在就很尷尬 就是潔力是需要裝備的 但是他們一直想要打 而且在阿拼剛剛前幾部團 有拿到人頭的情況下 這個團戰阿拼其實怒氣也是控的不錯 如果沒機會的話 應該就是看看能不能爭取到 自己更多發育的空間 來桑龍尋找NITE的機會 但NITE這波選擇反戀Zeka 打出來的傷害其實不足以 把對方給換掉 之後是PINA掛上生肖斷魂 這個人頭應該可以成功的收下 要不要讓一下頭 要讓頭嗎 給多蘭或是給Zeka 但還是讓PINA這邊切下這個Shut down了 感覺要讓一下耶 因為多蘭能夠去給到BLG後排壓力更大 我覺得這時間點Zeka確實 就只需要做到工具人的定位 反而是要想辦法去切割BLG的後排喔 再看一下這一波的團戰 這波又是 就是去限制BLG的輸出了 NITE這邊也分得太無敵了 因為左邊的傷害現在是不夠的喔 喔 笑了 在BLG這邊 這波打完之後小龍拿下 而且經濟也是有 差不多兩千塊錢的領先 但韓華如果能夠把這個經濟給咬住 還是能拖 還是能拖 因為還是要等到VIPER有裝備 這兩波團打完應該就知道 其實物件團 只要阿兵的木系是好的 站位是好的 其實就不太能夠接團了 是 我覺得至少等VIPER第三件出來 可能才能打 就還是提到這個話題 只要潔力的發育是穩健的 確實在團戰當中沒有這麼好被切倒 但現在的問題其實就在於說 賓跟NITE兩位邊線選手的發育 可能會讓韓華再不管是邊線面上 還是團戰面上 其實壓力都會有點大 而且我覺得很可惜的點 就是韓華的這個體系 他其實抓變能力是很強的 但他選擇去接這個團戰的情況下 BLG只要站位是站好的 其實葉曲加阿里這個體系 就沒辦法達到一個好的效果 關燈想飛抓的是Elke 再配合側邊 傻怪的飛仙Elke直接被秒 而且正面的依賴其實也空住了ON 但是薰這波一隻無極風暴轉到後排的VIPER VIPER直接被撞死了 雖然抽掉了AD 但是自己的AD也被抽掉了 抽了一個關燈直接飛到Zeka臉上 隨著是阿兵的TP下來 把Zeka拿下 BLG Z都給切掉了 你看Elke其實真的很難活 就是他們的站位 BLG的站位如果是散開的 因為剛剛看到阿兵他其實在帶邊線 所以對韓華的視角來講 他可以去嘗試抽看看 確實也抽掉了 可是因為抽掉完之後 其實自己的站位是比較差 那後續到場的兵 就能夠去跟Night去接管這個比賽 而且也是把VIPER給抽掉了 但如果是韓華一直這樣主動去做常識 VIPER給往前滑去補傷害的話 那其實就變成悟空納爾 再加上賽克斯三個人 很好去貼到傑弟的競勝 但沒辦法 因為VIPER一定要跟隊友往前衝 不然傷害是不夠的 那這樣子就算傑弟往後發育的話 其實面臨到對方這樣一個上中野 也沒這麼好操作了 對 開大秒了 這邊已經把E技能交掉了 沒錯 還有一個閃線啊 但是這邊還是被跟閃跟 被瑞空給控住了 沒有太多操作的空間 悟空瑞空的一個combo 把傑弟直接秒殺 而且Night也很知道要先殺對方的AD 跟著隊友去把傑弟先給秒掉了 現場BLG的粉絲開始歡呼 嗨起來 嗨起來 好像沒有人理他 不一定嘛 不一定 我看到後面的人沒有人理他 現場可能 他個人很high 他個人是很high 他想把這個氣氛渲染給現場的觀眾 很重 那韓華的話 現在確實在碰了三到四波團戰之後 其實經濟的劣勢已經來到快三千塊了 OK 其實Elker就只需要開戰就好了 因為看起來 只要隊友站位是好的 他兵建射到 那他自己就可以 算是成功 就是攻城生退了 沒錯 把團戰開起來 這把就算只是放放視野丟丟兵建 他的存在感已經很強烈了 其實悟空的傷害也很高 他三項架這個手套其實又有保命技 又可以去切對方後排 傷害是很足夠的 沒錯 那韓華現在 也頂著這個烈士持續的往後拖了 只剩Viper一個人對位贏了三百塊錢 怎麼兵建晚會再回到一個正常的水準 但是多人的位置 被對方可以抓到 但黃金交叉 跳眼但是另外兩個人飛了過去 默契也太好 其實 這波心理博弈應該蠻精彩的 就是我要跳囉 我要飛過去囉 因為BLG這邊是可以一個人不跳 一個人先過去 另外一個人在這邊等 那這兩個人都沒有想等對方 一起跳過去 俯也一起COMBO嘛 但是這個跳斬沒被斷下來就比較可惜 那這樣多人沒被抓到 緊接著是BLG的地龍清牌點要出身 那能夠利用沒有大招的這個時間點來碰團嗎 韓華這邊 看一下 剛剛是 薰跟昂都把大絕按掉囉 那這樣子20秒鐘 反而韓華如果提前的落位 因為韓華的動作就是想要抓一個對方大絕還沒有好的時間差 看能不能蹲到對方想做事業的時間喔 但是阿兵三件套 對位的Dora現在正是一件半 第二件突破天際買不出來 只會默認都被阿兵這邊給補出來了 他現在的任性可能會讓韓華這邊有點難受喔 而且按這邊 就是你看到BLG這邊的站位 他們也不急 重點就是你只要知道你沒動 然後拖到我大絕好的之後 我再來動就可以了喔 但是在對位上還是輸給阿兵一件大裝 韓華五個人抱在河道 Zeka則是先親到的薰打了一波的狀態 但薰這邊往前頂 反而把Zeka的飛先頂出來了 但薰的大絕還差一點喔 多人往前跳 反而是阿兵這邊跳變大 這邊吃到兵箭 閃現推牆 Zeka被秒了 正面的delight又面臨一樣的命運 結構往後跳 但是被BLG五人追擊 補助也倒地 的兵箭很準耶 他放的時間點就是韓華不管怎麼樣 一定有人得吃 對 而且幾波的開戰 能夠那麼順利就是因為 Elke的兵箭開得好喔 這樣好像可以逼巴龍喔 對方死了兩名成員 韓華的BLG調整好了自己的狀態 而且五個人都還是在非常反血的狀態 對 而且BLG可以來動巴龍 Night的閃現也快轉好了 又一個小精人 可以拖出對方更多的時間喔 哇 三打五嗎 平常是還在的 但是這條巴龍 真的是有大絕 沒這麼好偷 多人在側邊給點視野 Viper是直接開血的聽關軍 但是墊不出什麼太多的傷害 反而阿兵給了壓力了 他破一個三環之後 四個人直接衝到Viper 也知道 Viper嚇得往後滑了一頓 但巴龍還有6000D的血量 藍燕層要拉掉了 BLG也被拉扯到滿長的時間點的 對 這個畫面超可怕的耶 是 這邊有算是用自己大絕的身位 以及對岸的閃現 去有逼到對方 至少成功守住這個巴龍喔 因為韓華如果再掉這個巴龍 其實這樣的劣勢會太大 會更難翻 更難翻盤了 勉強守住之後 能夠換到中塔的物件賞金 但烈士還是在3000塊錢喔 再看 其實是ZEKA第一波 有嘗試的在打 但是現在兵箭過來 這次是射到了後面Pina 但Pina用盾擋掉了 這波是稍微打一點輔助的狀態 對 圍補之後 我感覺 C位身上的裝備 可能不是到差的特別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 阿兵的裝備其實領先太多了 所以現在最難處理的是 這個兵在試小隻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 剛剛VIPER連對點都是對不贏喔 是 三件套 但是VIPER這波回家買 IE買出來 所以可能可以開始發力的 但是壞消息 BLG這邊的上中也其實 也都接近三件套了 對 加上了SENIGHT在下一波 他有一個探索者互玩 所以 這操作的空間 是更大了 哇 整等差兩等 阿兵在邊線上面 等差出來了 這把的首選賈克斯 這 只是他前面打的是 確實相對團隊的一點 靠了非常多次 去讓韓華在前面打下物件 但結果是多人的犧牲 目前看起來其實並沒有為韓華 帶來一個太好的經濟領先 沒錯 在目前這把比賽的話 BLG上一把是 25分到30分鐘 就已經拿下來了 對 韓華這邊如果還是保著 VIPER去做進攻的話 有機會抓到 BLG的進攻失誤去做反打 現在可能韓華要去思考 是怎麼樣去讓 VIPER有更多的一個輸出環境 哇 但他們現在的前排 其實說實話扛的傷害也是 扛不太住的 對 平常算有的手套 但是前幾波其實 就算是抵賴被擊破 都還是有可能 妹妹熊頂得上去 哇 這一棒 這卡三招差不多是熊一棒的傷害 熊的傷害也很高 是 那艾爾克其實也把五金給買出來了 就艾西這邊 在 可能接下來如果韓華不把艾西 作為開團目標的話 那他其實也會得到一個不錯的輸出空間 對 但你從視野裡面可以看到 其實BLG的視野是做得比較好的 畢竟他們優勢比較大 在接下來如果第四條龍重生的時候 他們是有兩根視野 是可以有一個落後機會的 是在 紅區 這個鳥區跟石像旁都有一根 那只要能夠讓奈特跟阿兵落到後的話 其實韓華的團戰就很難去保護著viper 然後J卡這邊是三件套了 虛空杖 然後另外一邊的奈特就是中亞殺肉 然後二個裝備也算是有補起來 裝備沒有輸很多 就真的在裝備上 就真的有差距 只有商務的這三千塊一件大裝而已 其他的點位其實都是持平 可是差那個點位 差上後這個點位就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因為杜蘭現在對於BLG後排來講 是沒有壓力的 對 但是阿兵對於ELC 就是韓華這邊的後排來講 是壓力很大的 那反倒是ELC 他就像我們提到的 他現在既有傷害 但他只要兵線開得好的情況下 其實基本上BLG的團戰是比較容易贏的 就變成BLG現在是ELC你來啊 你開我嗎 你不開我我能輸出 你開了我你位置會變很差 對 就只要隊友是能夠去打進攻的話 其實ELC只要把閃線跟進化交掉 死之前把傷害打除就可以了 沒錯 韓華現在還是得來看一下這一條BLG 地龍龍魂的聽牌 AV電龍魂的龍魂點 先帶邊線 那下半部的視野其實已經少一個了 但是看一下DOREN的裝備的話 這波是補得個探索者護腕 韓華能夠利用對方在帶邊線的時間點去開戰嗎 只是阿兵要變小了 嗯 那這樣子接下來可能 得要先接一下下路的兵線 對 稍微堆疊一下怒氣才能來接這波的團戰 因為還有30秒 所以先踩完視野其實也沒辦法做什麼 BLG先搶中線 前面是ON被暈住 但這邊 團兵沒有開起來 對 NITE跟ELC從側邊的位置 這一個角度其實兵線還是有不錯的施放機會 是 阿兵的怒氣 嘗試堆疊 但這邊是薰 直接往前又把ZEKA大絕給頂出來了 那這樣不斷地向前壓制 BLG給了韓華滿滿的壓力 直接踩在正面的話 韓華其實是不太好接 而且ZEKA的大絕 又被NITE給偷了一次 而且阿里沒大的話 很難配合隊友進場 是 已經把大絕再按掉了 上面想要開 開的是還沒有變大的大 但是一根跳跳二段飛下河道 吃到電子炮 還有保持著一個能夠變大的狀態 但是阿兵有TP 要回補再TP嗎 但是要小龍 韓華是頭已經洗下去 一定得接多人往前敲 因為左邊都沒大了 其實傷害還行 NITE現在在下面的位置也被翻到 但是在龍坑裡面的 多人直接吃到 薰跟Elk的傷害 暗出了這波的驚人 小龍被VIPER拿走 那反而是NITE 沒有恐懼 多人閃下上牆 被醉魚鏈爬給練死 隨後是甩出自己的鏈子 一打三 NITE還是滿血 NITE根本就不怕 你的大招都交過了 誰能殺我呢 阿兵也是TP 重新回到了戰場 配合薰先將對方輔助拿下 Elk跟VIPER的對點 是Elk取下了勝利 而PINA在塔下吃到練斬 吃到這波的驚斗突擊 NITE還在用同時的飛線 不停往前BLG 雖然龍沒有拿到 但他們拿到了一波0.4的團戰 我覺得韓華的想法是好的 因為確實 知道這個NITE在邊境上面 有可能去抓人的情況下 想要先找兵 是小隻的時候 但他就是有一個鞋 就是手套 然後跟他大絕剛好是同時觸發出來 所以沒有秒掉的情況下 反而是BLG 剛剛其實是4打5 然後等到阿兵TP回來 再把這個戰場給完全的接管下來 就是這個納爾跳跳 直接跳出一條深度了 是 這個打完好像沒什麼懸念了 因為原本上一波其實還是 蠻有翻盤的畫面 如果韓華第一時間可以把兵秒掉的話 其實韓華是有翻盤的機會 BLG現在是拿下巴龍之後 有7000塊錢的領先 先看一次這一波 其實阿兵這一波的閃現 甚至都是沒有交出來的 被控住了 找到機會 暈 哇但是真的傷害不夠 斜手觸發出來 然後拿著跳跳 跳的還是昂的頭啊 原來是如此啊 借踩一下 踩到了昂的頭上 飛到了河到底下 我想說他怎麼可以不叫閃現踩這麼遠的呢 原來是對我的頭讓他踩了 原來是昂嗎 是 這波在龍坑 然後因為左邊的大招 基本上都交過的情況下 悟空也去阻止到對方了 所以讓Night有更多的進場時間 來了 邊線抓機會 這波是Pina幫擋兵劍 用護盾擋掉 是BLG的進攻嘗試 雖然沒有抓到人頭 可是也是給了還花不小的壓力 哇甚至連Elke都買出了探索者護腕 他知道 傑弟的傷害其實很難秒 右邊的 有兩個手套跟有 是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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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人的 Night 其實這把 我覺得在裝備上面 其實如果一直BLG都是領先的情況下 很難等到VIPER接管比賽的時間 而且有一個關鍵是 VIPER他卡裝了 他死刑宣告跟吸血鬼拳槍一起出 但這兩件裝備是 沒有什麼關係的 而且甚至Elke他是鬼谷出了一個小精人 對 你們抓我吧 我待會用這個小精人去制裁你們 BLG 現在是 中上兩條路的推進 利用自己的BUFF 但這個陣容看起來 壓塔還是沒有這麼簡單的 對 有點窒息式的 中路跟上路都帶的情況下 韓華只能找到一邊 弱邊去找開戰機會了 但是 比較好找的那個人 有了精人 然後Night這邊也是有重要殺戮 所以其實現在雙C都抓不掉 上一波抓兵 但是又被手套擋住 所以現在韓華真的沒什麼機會了 往前先暈 打熏了一波狀態 側面則是親到了On 那確實韓華沒有辦法反攻 是 韓華 以奈在蹲 以奈的位置有被找到 心底康麗的盾已經被打碎 這波 在一波兵線湧入之後 BLG順利抽掉商務的二塔 而且這邊 配線三次有換過來 因為Night剛剛偷了一個夜鶴大絕 所以把阿兵原本在邊線的情況下 讓Night來帶 正面兵線射到Z卡 但是阿兵同時也被清到 沒有辦法往前普控制 但Night則是已經把關燈用掉了 對 因為隊友開戰的情況下 也怕對面去做開戰 不過這一波要回補BLG 選擇重整態勢 是 因為剛剛的 唉唷 飛到斷到 這波是 Elk 被留下來了 回聲回得晚了 怎麼說 AD是最後的藏了一根眼睛 Delive 這一波的視野抓到了Elk 那接下來的推進BLG來講 就稍微有點難了 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實小龍 畢竟還沒有重生 所以這個時間點其實算是乾人頭 沒錯 沒辦法利用這個人數差去拿資源 BLG並沒有被斷到太多的節奏 因為就算這波回補出來 BallonBug也會消失 對 但是也能說算是有點掉以輕心的 因為AD 最後一個回的 最後一個recode的被抓到了 那BLG看一下 哇 阿兵第四件買GA 一點機會都不給 然後Night則是兩根大棒 是 甚至連薰這邊第三件補的都是防裝 藍頓的話 Viper現在的傷害是很難去打穿對面的前排 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 多蘭他少一件裝 其實還是沒辦法給後排比較大的壓力 但重點是這個Night他 也秒不掉他 就你跟多蘭對打的情況下 Night還是會佔比較大的優勢 時髦也快出了 緊接著Elk重生 銜接著是BLG 30秒鐘的小龍 而且看視野喔 還滑整個紅區都是BLG的眼睛 這輪是得三個人站中搶中線 才能 回去又闖到嗎 看一下Night回去有沒辦法來出10秒 把這波核道給拆回來 有10秒了 那扛著幾乎都是一箭大裝的烈士 要來接這波的團戰 對 不過Viper剛剛其實也把 制止宣告給買出來了 下路邊線有一波的TP 但Night的位置也被找到 多蘭選擇先把線根往前帶 Night撞了回去 但選擇在最後練法練回來 皮卡直接撞掉了半身 是不是手套被打了出來 在最後鏈子沒有練到 但關了燈之後 想要為自己掙脫一對 有了無敵的 有了無敵的 閃線飛先上來 直接配合阿兵擊殺掉 而且Viper也被黏住了 這波雖然是練到了小兵 阿比爾絕對被打了出來 但是還有一波閃線 鏡頭突擊 無機風風一路來到了Viper的身旁之後 要再一棒 配合Viper再第二次有擊飛 這一波成功的切掉對方最肥的C位 韓華只剩下多人一個人能打 再一波跳斬上去 他換掉了Elke 但他還在捶三個嗎 不可能 交了一個驚人 被三個人圍剿 練斬間醉育練發 B.L.G.終究還是收下了A 儘管韓華的反撲已經很猛烈了 20秒只剩打野 看起來是有機會拚看看一波 這把比賽看起來B.L.G.是要準備收下 最後一波是Night找到的機會 而且搭配著On去斷後排的輸出 其實Pinners在第一時間就已經血量掉太多了 那在第一局的實力過後 第二局B.L.G.調整完了自己的BP 而且狀態看起來是更加的好 而且能說在紅方破局了 B.L.G.成功把紅方的整個局勢給B.L.G.回來了 Lina走出來關了燈還想挽救一下 但他作為的是B.L.G.的第21個擊殺 21比9跟第一把幾乎一樣的比數還給了韓華 B.L.G.清排了這個GSI 我比較好奇的點位就是 看起來韓華也沒有太多能夠去制裁賽勒斯的角色 因為賽勒斯這個點位看起來就是 沒辦法有人去處理 然後你來幫你第一把去首獎的情況下 結果你今天把反而不搶了 那這個局勢我覺得反而會給到B.L.G.更多的機會 像你看他就直接搶了 艾希加上賽勒斯 然後回過頭來我們再講韓華其實這樣選也不是不行 是你必須要在自己去接關比賽 像選波比的那場一樣 你要知道自己就是整個團戰整個陣容優勢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去發揮自己就是團戰的力